来 小狼告诉我们买在哪里 屋主不相信 怎么有人还没看我的房子就要夏末选 更crazy 也是我们其实也还没看到房子 就直接签约了 哈啰 欢迎大家来到兔兔的频道 我是兔兔 每次都要来这样 我们买房子了 耶 我们终于买到房子了 而且在30岁达成这个梦想我觉得很棒 虽然我已经31岁了 但我不管 我是那个末班车 就可以靠着这个 末班车也是30岁 然后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就是买这一个房子的小故事 来 小狼告诉我们买在哪里 林口 哪个林口 哪靠 A9站 A9那边的 你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 我们为什么会选那边 首先是你 你喜欢重画区的那种风格的房子 我要发表一下 我真的很喜欢重画区 我只要一到重画区我就会跟你 就是 我就会开始那种梦想般的说 我觉得你自己的感觉真的很不错 就是那种 我觉得你有强迫症 因为重画区的就是 这样这样 紧致型的 对我喜欢 其实重画区都是紧致节规划 可是比较早期的就是 有夜市有黄昏市场或早市的那种 其实都是路会比较乱一点 他不喜欢这种乱乱感觉 他也不喜欢房子 撑丝不起高低不起 他喜欢大家都是新大楼的那种感觉 那我喜欢整整齐齐的 对 那当然就是重画区的部分有很多啊 从北头附近 就是奇岩重画区 三重啊 炉州 然后板桥其实也有 三峡 新庄 对新庄 这些都是重画区 然后 再重画区之后也有其他的美角 他就是不喜欢附近的周边 为什么有很多高价桥 觉得危险 那各是各样奇怪的理由啦 我真的是调龙调鞋 而且是 我是那种删除法删很快哦 就把所有冲画去 真的只剩下了林口 当然林口还有一个最大好处就是 他现在跟其他冲画区比起来 价格还是比较低 对 而且我觉得那边还在发展 这点是 我也觉得蛮重要的 因为就是还有很多空地啊 然后还有一些建设 还没盖完 我认为它还有发展性 所以我就选 我选领口了 但是这其实有一个 小小沮丧的故事 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们那时候其实已经 就是锁定领口了 其实我们看房市的时候真的 很旺 那时候领口有一个物件 同一个物件 一个月差了130万 他两周跳一次价格 然后赚钱都没赚这么快 他真的是开价就是超可怕 我们已经把整个591上面 我们喜欢的房型 喜欢的大小全部都看完 然后591上面已经没有库存 应该说我们价位 我们设定价位 条件的区间的库存 已经看完了 绝望到就想说 那不然我们看下一个价位 就是更高价位 先不管买不买 其实先看看 到底差在哪里 然后发现呢 价位真的有比较高 但是你会觉得 高的那个CP值不到 就是你会觉得 好啦大厅确实可能稍微漂亮一点 因为领口很多房子很新 嗯 所以你不会觉得说真的差到 就是落差到你值这600到1000万的区间 然后就在收拾池 说什么 收拾池 大厅确实可能稍微 他在讲眼儿了 这种这也就跟我们说 你们为什么想要看那个物件呢 我就说 因为我们两个很喜欢下面有那个 银行啊 感觉风水很好啊 然后我们喜欢什么样的格局啊 然后什么样的条件什么 他就说 那不然这样我手上还有一个物件 你看看要不要去看 因为是同一个键商的 他有附属 他说 可是这一间呢 因为屋主他是 不在他还不在 人不在领口 所以你不能进去看房子 你只能看公社还有车位 就是你不要进到人家门里面的 他都可以带你去看 对 然后我们就去看 对了 说不知我们看完之后 我们就觉得可以 然后我们就直接斡旋了 大家请千万不要学我们这样 我们是因为看了太多领口的房子 然后我们最后觉得 买房子其实要看那些 你改变不了的东西 例如说公社 例如说它里面的格局 虽然我们没有进去 没人看格局 可是我们在网路上面有先看 就是 别人的影片 同一户不同楼的内部格局 然后还有平面图吗 嗯 看了这些之后 我们决定 这个房子就是我们要的房子 绝对不能等大家来看房子的时候 我们才下手 这样会抢不应别人 因为口袋不够深 对我们真的口袋不够深 所以我们就决定直接 就是开斡旋 结果屋主也回签了哦 所以我们就买到房子了 但是中间还有其他的故事啦 就是屋主不相信 怎么有人还没看我的房子 就要下末学 对更crazy也是 我们其实也还没看到房子 就直接签约了 很疯狂吧 非常疯狂 真的是没事不要学 那你后来看完房子之后 你觉得怎么样 至于要讲的就很像相亲 他学历好 气质好 长得漂亮 长得不要说极美 但是也中上了 虽然你没有到恋爱的感觉 但是这一个对象很适合 就是当家人很OK的那一种 就类似这样 可是我觉得 没有恋爱的感觉 有可能是因为那个 屋主其实跟我们现在的style很像 他几乎没有做什么系统轨 他就是活动式的家具 灯也就是一般一般的 他就是一个人哦 但是没有化妆 对他素颜你就已经挑不出错处了 所以我如果帮他化上我喜欢的妆 我觉得恋爱感应该就来了 我跟你讲 他可说心超高 我非常有信心 我就是喜欢那种不订柜子 你真的是给我订满整件柜子 我真的是 就看得很头痛 我连看都不会去看那个房子 就风格一致就算了 可是偏偏一堆都跟我们风格不一致 对 你光想到那个就头好痛 就觉得不行不行不行 这就是我们先分享我们的那个 卖房的故事 然后那个屋主也很可爱 他就是也很喜欢我们 还有看我们的频道 然后见到我们的时候 你是兔兔 你是狼 对 好可爱 谢谢屋主 谢谢你们房子卖给我 真的真的 好来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就是 为什么会就是想说要买房 其实我觉得我们就是 刚性需求啦 承道歉 接下来要生小孩了 对因为小孩要出生了 然后想说把这些就是定下来 一样啊就是每次在讲买房 这件事情就会有正反两方说 房子会涨房子会跌 这就是这两种言论 其实我们都有看 都有听 最后还是觉得 还是以刚性需求为主吧 你就是需要你就 就是买啊 不然其实你 你只要没有要做投资 没有买卖房子 那房价的涨跌 其实就跟你没有太大的关系 但我想到的 比较后面严重的 比如说小孩未来要读哪一个学校 这个时候其实你的户籍就要定了 对啊 by the way 其实我也很就是满喜欢 林口那边学区的感觉 因为那边都是新的小学 我觉得这个事情也蛮重要 因为我小时候 我记得我小时候国小的时候 所有学生都喜欢 新的老师 年轻的老师 对就是比较活力 就是对啊 然后也比较跟得上现在的 就是我觉得社会风气啊 我觉得思想方面会比较不一样 然后屋主有跟我说 他小孩也是念附近的国小长大 他就说 他觉得他小孩在念附近学校的时候是 很开心的 我觉得小时候就是 过的开心比什么都还重要 学区也是我们会觉得林口的原因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买房 因为就是有一些比较热门的学校 他其实会看你是不是住附近 然后入籍多久 其实小孩一出生就要在那里 爸爸妈妈要在那里 要同一个户籍的顺位会比较高 对对对 所以反正呢 这也是考量到比较远的地方 所以这是我们决定林口一级 要买房的 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样啦 就不光只是涨跌问题 然后涨跌我觉得我们就 不要在我们影片讨论 因为我觉得这个话题是很敏感 大家可以去看很多YouTuber 就是很专业在讨论房子涨跌 然后我也都有看 但我有心中的看法 只是我觉得我不专业 所以我就还是不要在这里 就是讲说房子涨啊跌啊的什么的想法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找看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 我们就是买的物件是什么 我们要看的是四房 大家在想说四房是什么 我们两个一间 然后猫一间 狗一间一间工作室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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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来重新分配四房 就是我们两个一间 对 然后工作室要一间 对 其实我预设是小孩 因为我们想生两个小孩 所以预设是两个小孩各一间 可是因为其实我们买的房子 没有到那么大 可能有一间在小孩还没出来之前 会被我们充公拿来 就是看要怎么用啦 但重点是小孩一人一间的想法是 我们希望 小孩是独立的 要有自己的空间 我觉得这很重要 对我觉得这很重要 这是为什么我觉得 就我们啦 这个理念上是非常一致的 觉得应该要各样的空间 不然其实很多 我知道很多家长会把小孩觉得小孩还小 就两个放同一间这样 我觉得那是真的就是很小小孩的时候可以一间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是不同的个体 就是他们都会有自己的想法 他想要把房间布置他自己想要的那样子 那都是他的世界 你要给他那个空间让他去发挥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年代小孩 很常会有就是没有办法有自己的房间 你的书桌在那一间 然后睡在那一间什么的 真的我好多同学啊什么的 都有这种故事 我小一点的时候也是跟我哥睡同一间 都有时候跟我妈一起睡 然后后来是我爸妈买一个新的房子 我才有自己的房间 我认同 所以这件事情上我们没有太大的争执 所以就是以四房为目标去找物件 我们非常在乎格局 你啦你特别在乎 但是我觉得我也在乎 格局跟风水是mix在一起的 但我觉得我在乎的格局是我不喜欢 狭长的 其实房子长房型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要看他怎么配置 他不能让我觉得这个地方很窄 空间不够 我也不知道其实我长这个身高 我只要觉得天花板太矮 我会觉得很有压迫不舒服不喜欢 但是也不用到特别挑高 他就是正常高度 不要有那种特别矮的 像七岩串画区是因为他环境保护的关系 他有楼高限制 你会看到七岩串画区的房子都很矮 八成吧 我记得是八成左右 所以建商其实因为他们有成本的压力 他们其实会尽量希望能多塞一层就多塞一层 可是这个塞的结果就是每一层楼对我来说都比较矮 然后这个是我不能接受的 这种就是有压迫感 不管是上下压迫还是左右压迫都不行 所以结论来说就是房子要方正 我一开始还没有在看房子 我想说大家都说要方正要方正 我都听不懂 为什么要方正 可是真的你自己开始看房子之后 你会发现 方正的房子在空间规划上都会比较好 而且在风水上也比较好 对像有些边间他会有个斜角 然后他的房间可能就是会切脚或是会有奇怪的脚 就是零形或者是有些人他会两户打通 然后就变成L型的房子 其实在风水上也不太好 我超在乎有玄关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挑房子很传统欸 怎样 就我在笑就是如果大家最近有看房子 会知道很多新型的房子啊 那种家庭 因为现在的家庭结构不一样了 所以比较多会是两房三房的或是一房的物件 然后这种通常都是大门一开就是客厅 客厅跟餐厅还有厨房全部弄在一起 就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 是不是要穿膛上啊 他就不喜欢 可是现在很多新的预售屋或是新层屋都是这个路线 然后兔兔就完全不行 他就一定要有一个 你进门之后会看到一堵墙 再转个弯的 如果房子结构没有先做好玄关 就会变成你要再帮他做一个玄关 就要不要再吃空间这样子 反正我就是一定要悬管 然后也不要直接看厨房 然后也不要直接看落地床 两间厕所最好都要有窗户 我们有 我们两个都有 这也超棒的 我们这个房子超多窗户 几乎每一面都有窗户 我们四面都有窗 这个超少可以遇到 我跟你讲 今天的房子完全风水宅 所以你挑不出它错处啊 风水上几乎没有错处 有啦45度角我觉得还是需要就是 一堵墙 一堵墙 一个窗 一个窗把那个落地窗的缝给补起来 不然其他的话真的是几乎没有问题 然后我还会看什么东西啊 空气湿度味道 新屋可能没有这个问题 但中国屋就包含到前屋主他有没有抽烟 他有没有做大菜 因为其实味道这种东西 这种颗粒比较大的味道 其实会吸附在油漆家具管线里面 超久去不掉 永远去不掉 他这个就是会时不时跑出来 你不信你去台北是那种老的花霞 就是有花霞的味道啊 这是你非常禁忌的 对 我们还很在乎有没有前后阳台 就是它不能只有一个阳台 就是前面也要有阳台 后面也要有阳台 你知道前阳台可以挡煞吗 我前阳台不在乎挡煞 只是因为我的植物我想放在前阳台 因为如果前阳台不能放我的植物 我又不想站后阳台晾衣服的空间 然后而且植物我觉得它要吃光 然后我又不想把它放室内 因为我的狗是植物杀手 我每次看他咬我的植物 我真的心都要碎了 他可能觉得他自己咬叶子很可爱 我不管 反正我前阳台就是要让我放植物用的 然后以及我喜欢偶尔走出去吹风的感觉 但我们不抽烟 但我们发现其实我根本就不会常走到阳台 对 我就是看到有阳台就会心情比较好 但是如果家里没有阳台的话 我就会限制感 我会有一种好像被关在那样的感觉 然后旁边不要有高架桥 因为其实我们去看有一个物件是有高架桥 我真的是一进去就觉得不是很舒服 就是你会觉得看得很烦躁 因为车子一直这样来回来回 对啊 我后来还是很相信风水的原因 是因为风水是你都觉得你一时不会影响你什么 可是因为你要一直住在里面 你一住就是十年二十年的话 它如果每天这样子影响你 就会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这是风水为什么之所以会有影响力的原因 我们曾经看过一个房子 就是还可以看到灵固塔之类的 灵固塔的建筑跟你说嗨的那种 我最后就是觉得我是还好可是它不舒服 我不要 我不喜欢 你一进去就有看到让你不舒服的千万不要妥协 因为你去看的当下你只是去看一次 你可能觉得你可以妥协 但是长期下来你绝对你每次看每次闲 天天住在里面 你每天都要看到之后你什么想法 接下来就直接跟大家说我们这个房子 schedule是如何啊 因为我们是在一月份的时候签约 然后中间遇到农历年嘛农历新年 所以预计那时候是最晚三月底可以交屋 然后交屋之后我们可能会小改一些东西 我很在乎灯 因为我眼睛不好 所以太亮太亮我都不行 我一定要有一个感觉明亮 但是不会刺眼的光 我要这个空间就是可亮可暗 跟你讲我真的是超无聊一个人 我后来去我们一起去加拿大的之后 我才明白我这种观念完全是从国外来的 因为其实我是不喜欢开顶灯 我要我全部都是开落地灯 对对立灯啊各种各种 我们一堆立灯不管是桌上立灯 还是站在地上的立灯 反正他是喜欢开旁边的灯 叉叉头的那一种 天花板的灯 可是我超爱天花板的灯 对反正没关系就是大家各开各个灯嘛 对所以我要的是我开天花板的灯的时候 我要觉得舒服 对天花板是交给你管了 我就管立灯啊什么灯这样子 可是我跟你讲我这里也很tricky 就是我觉得应该要明亮的地方 你不能让我觉得暗暗的 像我就跟他说 我觉得后阳台我想要装很明亮的灯 我不喜欢因为我觉得好多人后阳台 就只有一个灯 很昏暗的感觉 一个小灯 我跟你讲我小时候最怕去后阳台 就是因为后阳台有个可怕 为什么很多后阳台都是放在飞彩光面 他就是要这种圆形的灯 不要 就是这样我们会想要改三月底 然后请设计师帮我们丈量 然后把我们需求给设计师 然后因为是小改我觉得应该不会 不会太久吧 然后改完之后 我们搞不好就要出国了 做小孩 但是出国前我觉得我们得把东西搬进去 不然你就会有两边 房租跟那个房贷的压力 就是一起烧这样子 对所以一定是在出国前会把 把家里搬好 我觉得压力好大哦 对 压力蛮大哦 买房 买房就是 当然有些人会考量就是房子涨跟跌啦 那因为我们的想法 其实我觉得蛮简单 就觉得这是刚性需求 就是你有需求 然后你也不可能短时间内卖掉 或者是拿来投资的情况下 我们觉得最差最差就是现在这样 就是现在你买得起这样 如果未来跌的话 你反正这个房子你也买得起 你就不要去想亏了 反正通膨跟房价 如果我们拉长线来看的话 就是越来越高 所以你如果不去做短线的操作的话 我觉得短期的涨跌对我们的影响不大 就算你这短期涨好了 你又不可能把这个房子卖掉 对啊 因为你卖了所有的房子都涨啊 其实就是考量就是 就是两个选项嘛 一个就是它涨一个就是跌 你刚刚已经说了跌了的话 那就是现在就是最 对我们也就是最差的状况 对 如果它涨了的话 然后你没有买的话 那我们也很怕追不上 因为我们这有一个房子啊 对啊 就算它跌了我们也是持有啊 它涨了我们也不可能卖啊 对吧 对啊 对那后续的话 可能关于房子的细节 再公开给大家看 因为我们现在也还在跑流程中 所以我们就只是趁着还有感觉 还有还记得的时候 赶快先跟大家说 后续我们会再一一的 跟各位介绍我们的新家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记得按赞 订阅 订阅 分享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